上回我们讲到,汉笑龙看着雅夫人,虽然充满了信心,他知道自己一定可以将雅夫人由连俊手上抢过来,因为自己比连俊多了两千多年的见识,这个是多么遥远的一度距离啊。 雅夫人望着他说,你想着什么啊?你的笑容真的很可恨的,你是不是笑我呢? 这个时候,他已经回复了一种很天真可爱的小女孩的情怀。 笑龙,讲个故事给我听吧,好吗? 汉笑龙的心一动,指着天上的明月,跟他讲了牛郎继侣的故事,他说,唉,他们虽然一年只可以见一次,但是正所谓金锋玉露一相逢,便姓却人间无数啊。 雅夫人被这个故事听到心神驱聚,他望着明月旁边的虚空,幻想着那一道雀桥,弹一口气, 这两句话是我笑龙你作的,音韵这么好听,意境又是这么迷人。 汉笑龙听到只要硬着头皮说,当然是我作的了,你以前没有听人说过的吗? 哈哈,当然没听人说过了,在这个战国的时代,做这两句诗的人还没出世呢。 雅夫人笑着说,不要这么紧张好不好,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我听这这么凄凉,这么无奈的故事呢? 雅夫人笑着说,这个故事虽然凄凉,但是这个故事也会配使人感到真情的可贵。 你究竟要我,你究竟要我,还是要像年俊那样的男人,而且只可选其一,我要你现在就答复我,明明白白地答复我。 雅夫人看着她一眼,含笑地说,如果你能够再作出两句诗文,都好像刚才那两句能够那么打动人家,我就答应,以后只是做你的女人。 雅夫人,杭少龙听到她的心暗暗欢喜,即时想一想,自己曾经读过的诗词,即刻,就想到诗仙李伯的名句,脱口就说, 君不见高堂名镜,碑白发,朝遇青丝暮如雪。 这两句诗对女人来说,真是一针到肉,雅夫人听到忍住娇驱剧阵, 哒低头念了两次,忽然无限心情,由自己的伤眼之中倾射而出。 笑龙,你赢了,以后我都是你的,你抱我进去吧。 在这个时候,有一名婢女急急地走上来,好害怕啊,夫人啊,连夜来了啊。 杭少龙震了震,放开雅夫人,冷冷地蹬住她,的意思自然就是说, 原来连晋居然可以在你家里面横冲直撞,随时登堂入室来找你。 雅夫人是先吩咐那婢女,还不快点阻止她? 告诉她听,我今晚不想再见到她了。 那婢女离开了之后,她才立了杭少龙一眼, 人家已经表明心跡了嘛。 杭少龙还没回答她,连晋的声音已经在楼下响起。 连晋既然已经到了,夫人你难道忍心, 连月尔的声音都不肯被在下听上半句吗? 杭少龙听了这句话忍不住心中暗赞, 这个连晋真是有迷倒女人的风度和手段, 雅夫人的眼中马上犯起一阵的亡言。 显然,连晋的声音已经勾起了她美丽的回忆。 连晋跟着说, 今晚明月当空,美景无限, 夫人一人独寻, 不是稍嫌寂寞吗? 雅夫人整个震一震, 她看了杭少龙一眼, 见到她面上露出非常不高兴的神色, 即时蹲起连晋上来, 声音听过了,快点走啦。 杭少龙听到她, 依然不肯将说话说绝, 知道她还对连晋有点愚情, 觉得好不是滋味, 忍住哼一声, 连晋马上露渴, 谁在上面, 接着听到示威的呼喝之声, 跟着兵器撞击的声音, 然后楼梯那边脚步声响, 连晋飞那么快地走上来, 后面跟着守卫, 雅夫人对中人说, 没你们的事, 退下去。 连晋见到杭少龙登上她, 整个人都震了, 当堂没了往日的怂恿, 双眼好像噴了火来那样, 又是你, 杭少龙, 雅夫人正要喝连晋, 杭少龙突然说, 夫人, 请你回到房内, 雅夫人是怎么都不想留下这对情敌在这里, 但是知道如果不听杭少龙的吩咐, 那等于连晋赢了, 自己就会永远失去, 这个这么深高气傲的岩子, 只要乖乖地走回到寝室里面, 连晋见到这个从来都不肯真正屈服的美女, 现在居然屈服在杭少龙的威风之下, 当堂生得她几乎要吐血那么快, 一时间就什么话都说不出, 杭少龙的一对虎目, 射出深寒的光芒, 昨晚是否你教唆孙少爷, 而是痛我那个女子, 连晋的城府好深沉, 冷冷一笑, 不止是你那个厌女, 就连素女都是我通知少爷军及时抢走的, 杭少龙仰天长笑一声, 望着连晋说, 好, 杭少龙如果给你有命过得后日, 我三个字, 就掉砖头来到时, 连晋冷笑了先, 这个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说话, 跟着, 向着寒失的方向就说, 后晚连晋再来的时候, 夫人你不会再拒绝我了吧, 然后一声长小转身落楼, 杭少龙生气的真是想追下去, 马上就和他一决生死, 但是如果杀了他, 可能又会有违亡名被立即斩首, 唯有硬忍住这口气, 素女惨死的罪魁祸首他已经知道, 但他也都不会放过少爷军, 不过这一切都要留待后日比武之后, 然后自己才一步步地 做这个复仇的愿望实现, 现在他唯有在亚夫人的怀谱里面, 才可以将这些仇恨稍微的宣洩, 到了第二天的中午, 杭少龙和亚夫人醒回的时候, 已经是日上三肝, 亚夫人就换了身平民一样的打扮, 要盼杭少龙出去行街, 十足十, 就真的好像一个杭少龙身边的女子, 好像是她的妻妾一样, 亚夫人听到说要陪自己行街很头痛, 自己昨晚还答应过乌亭坊, 说今早要过去探她, 逃方也有事要跟自己密针, 她更加想找点时间去陪伴寂寞的书仪, 唉, 如果自己晓得分身术就好, 但是见到亚夫人那么兴之勃勃, 满面期待, 拒绝她的书话又说不出口, 于是, 两个人聊了一阵子, 就撩到街外, 在那儿漫步而行, 不经不觉之间, 有讲有笑, 就来到那天, 亚夫人入府的时候, 曾经经过的其他人居住的大宅, 汉少龙乘机问, 这些地方住的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家家户都有士兵守卫得这么心严呢? 大多数都是被我们打败的国家, 求和的时候, 送来做保证的人子, 是吗? 那有没有一些身份比较特别的呢? 这些人个个都是黄族的人, 最重要的当然是刑政啦, 他是秦国子楚的亲生仔, 不过, 唉, 这个人啊, 不提就算啦, 哈? 你认识他的吗? 亚夫人面色红, 有点不情愿的嘛, 不单只认识, 还很熟, 天, 什么话? 他, 他, 他也都是你的男人啊? 他不是, 就是他十元仔吗? 杭少龙想起, 自己曾经看过那部秦始皇的电影, 他登机的时候才十三岁, 那现在岂不是只有八九岁? 亚夫人, 难道连十元仔都不放过的吗? 亚夫人听到面色红, 他说, 你在哪里听回来的呢? 他最多是比你年轻两三岁? 杭少龙心想, 他说, 不是啊嘛, 难道史书记载错了? 亚夫人还了他的手臂, 喂, 算我不对了, 不要再翻人家的旧账好嘛, 杭少龙不敢再问, 怕惹起他的疑心, 心想, 反正以后有大把机会, 说不定, 可以通过亚夫人, 来认识这个超凡绝世的风云人文, 他就说, 不如, 我们现在回到别本看看, 好吗? 看看有没有人有急事找我了, 亚夫人只要能够跟他在一起, 就已经别无所求了, 就说, 好啊, 听说你收起了一个厌女, 好漂亮的咯, 你都知道书仪吗? 哼, 知己知彼啊嘛, 这个孙子兵法教的, 我还知道, 现在乌亭方的丫头喜欢你, 年俊啊, 他跟你在情场上的较量, 真是一败涂地了, 杭少龙听到, 哇, 头皮都有一点发麻, 他心是生起一股寒意, 他知道, 原来在乌府里面, 其实报满了赵王的探子臥底, 因为赵王, 其实根本就不信任, 有一半秦人血统的乌家族人, 你这件事不是讲玩的, 一定要找个机会, 告诉乌影员听, 如果不是, 随时都有诸家灭族的大祸啊, 心惊欲跳之下, 杭少龙的愧美而行, 走在这个古代的大路之上, 一路上有港有少, 非常融洽, 雅夫人说, 武士的别馆我听就听得多了, 但是人人都劝我不要去, 说那里品流复杂, 你那间乌士别馆, 还有国士别馆都是最高级的, 没有那些身份的武士, 根本没有资格住进去的, 是吗, 我住过那间别馆原来这么有身份地位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甚至那里住了什么人, 我都不是很清楚, 不是吧, 你不是连连俊都住在那里, 你都不知道吗, 杭少龙疼疼疼, 真的吗, 怪不得那天他那种乌亭威带来了, 想起昨晚, 连俊这么生气地走了, 他会不会回来对书而不利呢, 想到这里, 杭少龙真是忍不住, 想插翼飞回到别馆, 亚夫人刚刚的说话, 突然间, 面上流露一些, 很不自然的表情出来, 杭少龙顺着他眼光的方向, 向对面一望, 只见对面, 有一行人里面, 有一群十几个武士, 促总了一个, 驱体挺拔, 大气十足, 面上有道霜花的大汗, 正刚刚转转头, 钉住他们两个, 亚夫人马上跛低头, 小小声地对他说, 快点走, 两人急步而行, 杭少龙觉得很奇怪, 追他身后, 眼角一睹, 只见那群人分了两名武士出来, 走过这条街道, 追了上来, 其中的人大声叫, 夫人别走, 亚夫人只要叹了一口气, 停下脚步, 杭少龙也只要停下, 那两个人兜到他们身前, 首先很不友善地 登了杭少龙两眼, 然后对亚夫人恭敬地行一个礼, 侯爷请亚夫人过去相见, 杭少龙本来以为 亚夫人一定会拒绝的, 谁知亚夫人只是叹了一口气, 就对那两个人说, 你们先回去吧, 告诉侯爷我交代两句话, 就过去见他吧, 那两个人不时地看了杭少龙两眼, 才走回到对面街, 亚夫人非常惶惶地, 看了杭少龙一眼之后, 跌下头就说, 杭少龙, 对不起啊, 我今天不陪得你了, 迟点再来找你好不好啊, 杭少龙无名火起, 那个侯爷是谁, 为什么他一句话就可以由我身边抢走你啊, 求你不要再问了, 哎呀, 总之, 我要走了, 亚夫人好悲哀地望着他两眼, 轮转身就走, 杭少龙看着亚夫人走到那群人之中, 那个面上带着刀巴的大汗旁边, 那个大汗一手就抱起他, 跟着就飞这么快地走走了, 杭少龙看着这一切, 心里好像被人打了一拳这么难受, 他越来越搞不清楚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以亚夫人这样的地位, 为什么好像怕着这个侯爷那样, 还饮他当着自己的眼前, 又揽又泡, 摆明要落自己面, 他站着一会儿, 只觉得呼吸困难, 心里面充满了屈辱之情, 偏偏又没办法发泄, 在这个时候, 一会儿马蹄声响, 只见李善和警员武士, 气急败坏地赶到, 杭大哥, 我们刚刚去亚夫人那里找你, 说你和亚夫人离开了, 杭少龙一望到他们张黄的神色, 当时全身都起了鸡皮, 有些不长的预感, 有什么事, 唉, 你, 你快点回去吧, 虽然被人奸杀了, 这句说话就像晴天匹雳一样, 真的杭少龙整个人, 变一声跌在地上, 现在面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他赶回来的时候, 书仪已经被人放低在地上那里, 身上盖着一床的棉皮, 他牵你那张棉皮, 哎呀, 真是惨啊, 书仪全身都布没了伤血的痕迹, 伤眼滲着鲜血, 但是, 全身已经冰冷, 已经毫无生命的痕迹, 致命的, 是纏在他颈上的一条红绳, 深深地拎在颈里面, 下身一片浪迹, 他死了, 是被人用最屈辱, 最残酷的方法, 虐杀而死, 杭笑龙只觉得全身冰冷, 完全没办法接受眼前的事实, 素女的死, 自己是见不到, 他没有亲眼的目睹, 而且, 来到这个二千多年前的时空里面, 一切都有一些真实的梦幻的感觉, 连死亡都像开玩笑那样, 所以虽然悲痛, 但是并不深刻, 但是, 舒怡的死, 他是另一回事, 他的心滴血, 在旁边的逃方讲出来的声音, 就好像在远方响起一样, 今早, 其中名疲女入访的时候, 舒怡已经是这样的样子, 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好了, 空手一定是别馆里面的人, 杭笑龙什么都不想问, 敢动舒怡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乌廷威, 一个就是连俊, 他不信乌廷威还有这么大的胆, 所以空手一定是连俊, 而他也都看准自己, 耐不得他何, 至少在决战之前就不敢动他, 所以他才不择手段打击自己, 无人会为一个燕国送来的赠品而出头, 包括逃方和乌英元, 这个时候, 杭笑龙的心里面充满了对连俊的仇恨, 他从来都没有像现在那样, 那么想杀死一个人, 陶峰说, 你不如搬来和我一起住吧, 我个夫人和个女儿都很想见你, 杭笑龙冷静地用棉皮将书仪整个包起, 不用, 我要睡在这里, 由现在开始不需要任何人服侍, 也都不要让任何人来这里, 和我为书仪办后事, 我要一个人冷静一下, 小龙, 那个时代息心培养出来的杀人机器, 和为了任务而不择手段的冷酷战事, 整个下午, 杭笑龙都留在书仪被杀的房间之内, 他一定眼泪都没有流到, 被伤只是弱者的行为, 在这个战国的时代, 在这个大部分人, 都为了自己一己之力而无恶骨作的年代, 只有强者才可以生存, 只有强者才可以胜利, 在看到书仪的尸体的时候, 他已经深切地体会到, 这个现实是多么冷酷, 多么无情, 他体会到, 这个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强权社会, 在这个时代, 要报仇就已成为最强的人, 等到逃方所有人都退出了这个宅院之后, 他又拿起了木剑, 专心自自地面剑, 转延着墨子剑法的精耀, 心与神灰之后, 他将其中最精密的十几色, 不断地重复演习, 墨子剑法的重手不重弓, 但是每一招的余势之中的隐含攻势, 如果能够将这个攻势加以演绎, 那手而不攻剑法, 就可以变成攻守兼备, 想到这里, 他不如都心头一阵扛起, 阳手挥剑, 日时之间剑势吞吐不定, 就好像天马行空一样, 无到兴起之处, 杭小龙撲出天外, 利用更广阔的空间施展剑法, 而且将他对人体结构和力学的认识, 融为在剑法里面, 只见剑锋劈空之中, 一阵间飘游无定, 一阵间天马行空, 无绩可尋, 每一个攻击, 都由墨子剑法, 如公于手指中变化而来, 他旁渴的声, 连续撇一百几剑, 无一剑采取手势, 但是剑影一收, 到他终于停剑而立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 自己的剑法又精进了一层了, 这个时候, 突然间一道娇笑的人影, 撲入厅内, 很惊慌的, 小龙, 杭小龙放下木剑, 乌亭芳已经不顾一切地, 撲在他怀抱里面, 小龙, 小龙啊, 他眼泪都流了下来, 杭小龙抱着他, 心里面又涌起了书仪惨死的悲痛, 五脏六腑都搞成一团, 你知道了书仪的事情, 嗯, 我真的替你难过, 逃功来找爹, 查问大哥的行踪, 我那时候还怪你不找我, 听到书仪的事之后, 我不理爹的反对马上赶过来了, 小龙啊, 大哥昨天早晨就被爹关起上来, 绝对跟这件事没关的, 放心, 我早就知道空手是谁, 你, 你是不是怀疑连俊呢, 他虽然此财傲物, 但是, 但是不会是他吧, 我知道他追求着你, 当然在你面前, 要冲正人君子, 你告诉我, 是谁引你大哥来找书仪的, 乌亭芳当堂没有声出, 但是看他样子, 竟然还是不相信, 连俊会做些这样的恶行, 这个时候, 门外一声干喀, 两个人立刻分开, 途方走进来, 向汉少龙打这个颜色, 表示有话要跟他说, 乌亭芳看他两个人的神色, 亦都很乖口地说, 我, 我去旁边等你了, 然后就走开去, 途方见到这个孙小姐, 竟然禁服抗笑龙, 都觉得很奇怪, 但他显然心事重重, 亦都无心再理, 笑龙, 唉, 你知不知道谁才是杀死书仪的真正兇手, 看来这一次, 我们有更大的麻烦了,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你知不知道这一节目的真正兇手, 这一节目的真正兇手, 然后, 你你知不知道,